俗女养成季第二季今天在台南后壁开进 市长黄伟哲到场参与并且带来成功洋芋片赠送给剧组 预祝电视剧一定要成功 希望第二季能够有更多台南美景可以入境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追剧玩台南 感受台南在地的人文风情 市长黄伟哲表示非常荣幸参与 俗女养成季第二季的开进 希望收视率再创高峰 第一集的时候市府小小的赞助60万元 第二集就要加倍 如果有拍第三集还会再double 这部戏能够勾起许多好朋友们的童年回忆 不但是台南的孩子 包括在都会区的许许多多孩子 同时呈现现在所面临的社会课题 非常感谢导演跟剧组 将他诠释的这么的淋漓尽致 曾经引起如此广大的共鸣